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远无法成为皇家的女人 若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绝不会让你爱上我 更不会让自己回了你的帝王之夜 不知道哪一天 我才能将这锦绣河山还给你 如果我可以像朵霞一般 在所有人面前 对他说出自己真正的心思 或许这已经永远不可能 眼前的所有布局 只会让他离我越来越远 我从不后会这样做 但是 为什么心里这么难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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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像是宫中之物 此人是谁 为何会有灵力 这个死丫头 没想到恢复灵力以后 居然这么厉害 要不是有灵石在身 还不被他打成重伤啊 双星出现 如今星象越发明确 这一切都是在他出现以后 才显现的 不可能与他无关 你是兔子吗 怎么走路没动静的 梨王殿下好生奇怪 属下一直在这里从未离开过 是你没有看到我罢了 不过梨王殿下 这么晚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 我 本王 是来看书的 不行吗 看书 殿下是看何书 我帮你拿 是是兴京 是是兴京 殿下慢慢看 属下先告退了 慢着 这本书本王有些地方看不明白 你不是莫大人的首徒吗 不如你留下来 给本王解释解释 我说你坐这么远干什么呀 这才是丙烛夜谈 该有的距离呀 你很热啊 我帮你擦擦 我 我自己来 你似乎 很怕本王啊 为何要怕殿下 再兴兴卑 越过则是 日之薄地 其名 听说 在湛王府的夜宴上 明王殿下将你认作了凤仙巫 看来你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一切还要多谢长老相助 若不出意外 我很快便能入凤府 凤家也许会知道 当年皇后之死的隐情 而那些失踪的女子 又与师父关在一起 或许顺着这条线索 能找到师父 但你猫人重臣之女 此举太过冒险 凤相表面宽容大度 但自为相依来 铲除一起的手段非同一半 你的身份一旦被揭露了 楚清恐怕十分危险 暗巫一事 至今仍未有进展 我不得不深入调查 这金蝶所赐的刺青 将伴你一生 永远都无法抹去 长老不必忧心 这算不得什么 这些时日 我亲自挑选了一些 巫族精干的弟子 不妨让他们随你进墓园堂 既可保你周全 亦可助你暗中行动 多谢长老 如此 我便更有把握 还有一事 要劳烦莫先生 可否请莫先生 帮我查一下 这玉佩的主人 这是黎王殿下的随身物品 怎么会在你这里 黎王殿下 昨夜有人夜探墓园堂 我与之交手时 从他身上扯下来的 此人身具灵力 又怎么会是黎王 好 这个玉佩的确是黎王殿下的 我每天在他身上都看得到 应该不会有错 你可否试探一下 看他意欲何为 好 我试试看 这个黎王殿下 形式古怪 莫非另有隐情 如今我们形式 不能有任何疏漏 务必弄清他的目的 好 我会想办法 如今黎敬天被毁 不知长老现居何处 我既是巫人 又能去哪里 自然尚在黎敬天 黎敬天 如今已经破败 又怎么能继续居住呢 黎敬天圣地 又岂会轻易被人所毁 你随我一看便知 来 请 信论是前朝还义所写 内容谈及秦曲 七弟一向善于悦 一看此书内容 就知道他想说说 这些书 我打算送给一个人 四哥深知卿尘的喜好 这份礼物 我想卿尘会喜欢的 有时候了解一个人 无须擒敌贺名 四哥说得是 不过如果听不懂 卿尘取忠之意 四哥倒不妨 好好将此书研究一番 你怎么知道我不了解他 我从来不是看表面的人 这就是我的行事风格 你可知道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一个人进了凤府 我怕他引来杀神之火 四哥 是在担心卿尘的身份 他执意为之 我跟凤相的往来并不多 但如果他真的一个人谦选 我怕会有威胁 无妨 我会保护卿尘 这件书 我也会转交给卿尘 不必了 我自己交给他就好 黎靖天已经变成这般模样 如何还能居住 看来师兄尚未告诉你这里的秘密 随我来吧 这是我与你师父清静心血建造的 也是离境天最后的圣经 原来师父和长老早就有所防备 半君如半虎 我与你师父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才建造此处 现在最重要的 是我要设法进入皇宫 查清当年皇家的真相 这样才能为巫族平凡 重振离境天 凤皇涅槃 欲获重生 当初若不是因为这两块灵石的感应 我不会这么快就确认圣无女的出现 可如今九块灵石散落各处 真不知何事才能寻回 长老 九转灵石之间 不是可以相互感应的吗 并非如此 九块灵石之中 只有月华石与你手中的芙蓉石 修起相关相互感应 其他的灵石虽有关联 但却不能产生共鸣 原来如此 灵石事关重的 还是要尽快寻回得好 长老可知其他灵石的消息 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在寻找九转灵石的下落 但是没有任何发现 只怕会遗失在皇家之人手中 待我进到宫中会设法查看 长老 我想多看一些关于当今陛下的记载 也好有所防备 随我来 陛下与先皇的记载皆藏于此 你可以慢慢查阅 多谢长老 好